台湾的交通乱象层出不穷 各地县市政府有统计 今年上半年1到8月 新北市和高雄市闯红灯 还有红灯右转高达了13万件 那么台北市则是有5件 而现在交通部也决定 10月份全台交通大执法 要严格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一台两台三台车 在凤山区五甲某路口集体右转 但号制明明就还是红灯 却仿佛不存在一般 这让乖乖停等红灯的民众 好傻眼而夸张的不止这样 来到市区更惊人 明明就是人行道 但机车呼啸而过 行人必须小心翼翼 汽机车不是离让行人 有时候还蛮惨 看看双北市和高雄三都的数据 2021年1到8月 新北市闯红灯和红灯右转件数 最多有13万9千件 其次高雄13万5千件 台北市5万件 再来看到最让行人恐惧的 汽机车不离让行人 台北市8千件 新北市5千件 但高雄只有410件 看起来高雄数字最少 不过看看我们实际直击马路画面 短短5分钟之内就拍到至少无期 有些车左右转 然后明明就走在马线上面 就给你逼得你紧 我觉得真的很反感 尽管取缔数字少 不过不离让行人的情况 却让高雄人很有感 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 交通部和县市政府 决定十月联合交通大执法 本局在今年十月1号到十月5号 警方表示未来会加强取缔 让民众有个安全的用路空间 民众纷纷表示赞同 但也希望严格取缔 违法交通案件 不是沦为说说而已 华世新闻采摩局 徐晶一高雄报道